老實講 陳副總統從去年四月份 自己說他階段性的任務 到今年的五月二十就會告一段落 當時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要回到他心愛的研究工作的領域 他什麼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他也沒有去敲鑼打鼓說 哎呀我很崇高啊怎麼樣 怎麼會用這樣的語言去罵說 他就是一個不要臉的天主教徒 我覺得他這樣一罵下去 國民黨的這位高陵雲 高陵雲記者 他長期也都支持藍軍 那在媒體上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評論的 寫專欄的記者 那他用這樣子的語言來表達 充其量只是讓人更覺得他可笑 罵不要臉的天主教徒 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他是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其實今天消息一出說 這個陳副總統已經去跟蔡總統報告說 他願意要回到這個最心愛的領域去做研究 那蔡總統也非常樂觀其成 而且也 老實講也予以祝福 那其實陳副總統回到他去做一個研究的工作 是對臺灣最大貢獻的地方 這幾個月防疫工作 哪一天陳副總統沒有參加 我們大家今天都在沾沾自喜說 臺灣的這個疫情控制可以到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已經三十二天都零確診沒有本土性感染了 那大家在享受這樣子的成果之餘 難道不要謝謝陳副總統嗎 他用一個公衛專家的一個角色 每天晚上不厭其煩的跟陳時中部長 跟張善淳這個主任 跟陳其邁副院長 大家這樣不厭其煩的討論說 應該每天要注意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大的政策方向是什麼 即便他即將要卸任了 他也仍然在說 未來就算他回到中研院 他也一樣繼續會扮演這樣的角色 他不會把他自己的生命跟時間 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面 就像這一位高先生所說的 他這種話語根本懶得 我跟你講只是會被讓臺灣人更加的看清他們 為什麼這樣子講 對 是依法 因為他回任公職 因為今天一開始的新聞 但是我必須要講 一開始新聞說是 他是卸任不要禮遇的第一位 所以比較青藍的媒體人或是政治評論家 就說不是 以前連戰也是這樣 浩姐 那個是媒體在陳述的說法 並不是陳副總統自己臉上貼金說 我是史上第一位 放棄禮遇 所以雷醫師就是說 其實陳副總統很早就說他要回中研院了 對 他去年的4月已經說了 然後他很重要的是 他沒有要他的辦公室的這個禮遇 他不設置卸任副總統辦公室 當時連戰是有設置卸任副總統辦公室 而且他還是繼續在有隨附等等 第一年就是 第一年四百萬 第二年三百五十萬 第三年三百萬 第四年兩百五十萬 一千三百萬卸任辦公室的事務費 連戰沒有 連戰有一個卸任副總統辦公室嗎 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主任叫丁遠超嘛 對 對不對 那人家陳副人沒有藥啊 是 所以講點是非吧